最近有很多的年轻艺人因为猝死 让大家开始察觉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而其中造成猝死的原因很多 包括了心移性休克、心肌梗塞等等 正是急诊当中经常见的急重症 花莲医院副院长林哲明表示 其实这跟饮食精致化还有生活习惯 是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现代人生活习惯改变 饮食精致化、生活步调紧张又缺乏运动 在年轻族群身上都看得见三高身影 但其中也暗藏了许多危机 花莲医院副院长林哲明表示 猝死的原因有很多种 包含心移性休克、心肌梗塞等等 这都跟我们的饮食和作息是息息相关 不良习惯更是会导致血管硬化提早发生 其实三高其实现在一直 因为社会的发展 年龄层一直往下掉 那现在有一项现在就三十几岁 也都可以看到有三高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怀疑那些猝死的病人 虽然有些很年轻 但是可能大家都跟三高会有直接或间接的相关 预防这种心血管方面 其实就是避免三高 那避免三高其实就是在营养上 尽量少油、少钠、少盐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适当的一些运动 因为血管你还是要让它一直痛 它才会痛 它才不会一些凝急 所以适当的运动、适当的休息 这样反而是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是最好的 根据微服部统计 在台湾每年大约有一万多人出现心肌、梗塞、急性发作 而每个人的严重程度也都不同 副院长林哲明则是呼吁民众 如果有出现气触、胸门、晕厥、心悸等问题 一定要尽数就医 才能最准确快速地做出相对的医疗处置 记者、学历琴、花莲市报导